各位朋友大家好啊 上一期这一个酷胎科15号电能柱移动电源 各种测试的数据都放出来了 唯一就是缺一个这个充电口的功率分配的情况 我们由于时间的关系 上一期视频没有测试 我们这一期拆解之前 我们先把它测试了 然后直接把它拆开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款电能柱充电宝的内部的用料的情况 我们话不多说 先开始测试一下 三口功率分配的情况 我们先启动Type-C1口的100瓦功率 实际功率90瓦 我们接上Type-C2口 不会断流啊 直接降功率 然后Type-C1口变成58瓦 也就是PD65瓦的功率 然后这里变成27瓦 也就是PD30瓦的功率 总功率的话也就是100瓦左右 我们拔一下大功率的充电口 C2口的功率还是30瓦 实际功率28瓦左右 我们先启动Type-C1口的大功率100瓦 实际功率90瓦 我们再接上USB-A口 Type-C1口就变成了65瓦的功率 真实功率58瓦 A口的话就是5V3A 是5瓦的功率 我们启动Type-C2口的最高功率 也就是PD30瓦 真实功率28瓦左右 我们再接上USB-A口 这边直接断流 变成基础功率5V2A 10瓦的功率 也就是说C2口跟USB-A口 同时使用的时候 它是走的两个基础功率 三个口同时使用的时候 我们先启动1口的100瓦 然后我们再插上Type-C2口 它不会断流 它直接降功率 Type-C1口就变成PD65瓦 真实功率58瓦 这边的话就是PD30瓦 真实功率27瓦 接上USB-A口 Type-C2口马上就断流 变成5V的基础功率 三个口同时使用的时候 C2口和USB-A口 它是走的基础功率 然后Type-C1口的话 就是走的PD65瓦的功率 总功率的话 大概就是100瓦 这个库代科的6A的数据线 咱们这一期视频就不拆它了 因为前面我们拆了好几根 都是一样的 我们就直接拆这一个 15号的电轮柱 肯定有好多朋友 都想破切的看一下 这个电轮柱内部的用料 是怎么样子的 因为这个文波控制 实在是做得太好了 这个电轮柱 灰色的这个壳体 应该是一个整体 我们把这个黑色的面壳 给它取下来 直接取下这个面壳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电轮柱内部的样子了 这里有一个温度探头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温度探头 这内部有两颗螺丝 我们把它取下来 这内部有很多按扣 把这个一个模块固定在这个壳体的内部 挑开这些按扣 我们就可以拿出这个充电宝内部的一个充电模块 这一面是主板部分 然后这边是电芯 这边是它的充电口 电芯是通过裂片点焊的方式 牢牢的焊住的 然后这是一个电芯的电压检测线 壳体内部这里是一个数码管的一个显示区域 这个是按钮部分 黑色的散热片 这个黑色的散热片 为了增加散热效果 这个是纸铜的铜箔贴在上面的 为这个充电宝的主板部分进行更好的散热 这个电池上面贴着缓冲泡棉 还有白色的散热胶 我们把它撕下来 电芯上面的点焊的焊点 全部把它打磨掉 打磨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直接用敲网 这个裂片把它直接撬开 同样的方法 我们撬开这边负极的 断开正负极 我们就把这个主板上面几颗螺丝 把它卸掉 螺丝卸掉以后 我们就可以拿出这一块充电主板 后面贴有散热硅脂 这下面这里是一块散热用的铝板 这上面还有两颗螺丝 我们把它取下来 这是为了增强散热用的一块铝板 这上面全部镀了很厚的一层锡 增强它的散热能力 这边也是的 这上面全是MLCC电容 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充电宝的主板和电芯各个组件 然后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款充电宝内部的构造情况 转强 我们现在就是从电信端到Type-C口输出端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款电能柱充电宝的内部构造 在一个库台科15号电能柱用了4颗21700的电信 厂家来自成立于2001年 23年时间已经发展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 理电池平台公司惠州一维理能 这四颗电信采用串联的方式进行连接 电信的型号在这里INR21700501 21700电信就是这个直径21毫米高度的话70毫米 是近年来很常见的一种高容量电信的规格 这一部分电路就是这个电能柱的理电池保护电路 有保护IC开关NMOS采样电阻 两个NTC热敏探头 MLCC的贴片式电容器组成的 这一颗理电池保护芯片 它的4E型号CM1340-DAT 来自成立于2017年一家专注于电池管理和电源管理芯片开发的公司 深圳市创新微微电子 这是一款专用于四串理铁电池的保护芯片 类置有高精度电压检测电路和电流检测电路 通过检测各节电池的电压 电源类集成电路设计和生产的高科技公司 一片式陶瓷电容 这一面焊接5颗 背面这里焊接了5颗 电池端电流输出滤波 这个就是显示电量的三位数码管 这个是功能按键 按键是采用贴片式安装 数码管和按键的外部有塑料胶框进行保护 并用螺丝进行固定 这一部分降压及稳压电路 一颗思音LUFXB 配合这个降压电感和思音L4JMP 稳压芯片 给这个数码管驱动芯片进行供电 这一颗数码管驱动控制芯片 思音型号TM1643 来自成立于2003年 以集成电路IC设计封装测试 半导体设备制造的企业 深圳市天威电子 TM1643是一种LED驱动控制 专用电路驱动芯片 内部集成有MCU数字借口 数据锁存器 LED高压驱动 性能优良 质量可靠 主要应用于电子产品LED显示屏驱动 这是另外一组降压电路 思音HMFTC 六角降压芯片 搭配使用思音4R7 4.7VH的电感 组成一组降压电路 为主控MCU及协议芯片进行供电 这个15号电轮柱的主控及USB协议芯片 它的思音型号94P829 来自成立于2006年 从海力士半导体公司的单片机方面 分离重组出来的一家公司 ABOV 现代单片机 这是一颗高度集成的双端口USB Type-C PD微控制器 符合最新的USB PD3.1的标准 最高可在28V 140W的高电压下充电 支持多端口 不仅减少了整个系统的元器件 还提供了针对部件放置空间优化的解决方案 类似8比特M8051处理器 可编程可实现定制的系统管理功能 无需外围部件 可为CC线路提供类置过电压保护 防止微巴死意外短路时的损坏 Type-C口的降压控制芯片 思音型号SC8815 来自成立于2015年 国内领先的模拟和嵌入式芯片设计企业之一 上海南芯半导体 这是一颗支持双向充放电 带IRC控制接口的高效同步升降压控制芯片 支持2.5-36V 最高40V的输入和输出电压范围 支持1-6节电池充电 提供完整的充电循环管理 包括捐流充电 横流充电 横压充电 充电截止 通过IRC接口 可以很方便的设置充电电流 充电电压 反向放电电压 以及其他的等等参数 内部集成10bit ADC 提供各种完善的保护功能 从而保证了各种异常情况下的安全 这个电感就是CE口的升降压电感 采用三根气泡线并扰 内部磁形为黑色 外部套有热缩管进行保护 用于Type-C ECO的同步升降压NMOS开关管 一共4颗 这上面有两颗 这边有两颗 思音型号6354 也是来自美国 AOS万代半导体 这颗NMOS规格是 耐压30伏内部的导主 3.3毫欧 四颗规格一样 两颗Type-C ECO的输出滤波固态电容 来自成立于1980年的一家老牌电容机厂家 台湾的风冰电子 这两颗电容的规格是100微法 耐压25V 属于风冰电子PM系列 小型化高温波电流长寿命固态电容 两颗电容的中间 一颗思音511贴片式放电电阻 用来保护电容 延长电容的使用寿命 一颗白色的R008 为Type-C ECO的电流采样电阻 Type-C ECO的输出VBUS开关管 一共用了两颗 思音型号8104 来自成立于1875年 全球十大半导体供应商之一的 日本东芝半导体 这款NMOS的规格是 耐压30伏内部的导主 6.8毫欧 Type-C ECO 一颗思音511的放电电阻 和一颗思音24CA的TVS顺态抑制二级管 用来保护电路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C2口和USB-A口的升降压控制器芯片 思音型号SC8721 一样的来自上海的蓝星半导体 这是一颗超高效率 内部集成了4颗MOS功率管的 同步升降压变换器 支持2.7V到22V输入电压范围 和0.7V到22V输出电压范围 通过IRC接口可以对输出电压 输出线流和开关频率进行调节 采用电流方式控制 支持输出线流动态输出电压调节 具有内部线流输出短路保护 过温保护 保证不同异常情况下的安全 配合升降压芯片使用的合金电感 思音2R2 规格2.2V亨 10颗MLCC堆积是片式陶瓷电容 并连用于输出滤波 这一面有5颗 然后背面这里还有5颗 C2口和USB-A口 输出VBUS开关管 跟C1口用的是一样的 都是东智半导体的8104 耐压30V内部的导组6.8毫 思音8205B的六角芯片 用于C2口和USB-A口的功率自动分配 C2口一样的配有 思音511的放电电阻 和思音24CA的TVS顺态抑制二极管 用来保护电路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这就是这个电轮柱充电宝的 两个Type-C口 内部的舌片蓝色的为大功率充电口 白色为小功率的充电口 内部的舌片细腻光滑 没有毛刺 Type-C口焊接处用黑胶进行固定 USB-A口内部的舌片也是白色 细节很光滑细腻没有毛刺 采用尘孔焊接 上面贴有耐高温的绝缘胶布 电能柱灰色组壳体上面 有PC加ABS主燃材料的标识 黑色的后盖壳体上面 一样的有PC加ABS主燃材料的标识 固定电池的框架上面 一样的有PC加ABS主燃材料的标识 这个库代科15号电能柱 经过评测和拆解 我们可以看到它 输出功率充足 电信的能量转换效率非常高 能够支持米家私有协议120瓦 和PD协议100瓦 外出给笔记本电脑充电 都是没有问题的 纹波控制极低 内部用料豪华 大量使用MLCC电容来控制电流纹波 国际一线大厂的AOS和东芝的功率器件 和国内一线大厂的各种芯片 这个价格也算是值吧 喜欢我视频的老铁门 一键三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 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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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